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11号,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亨特·拜登吸毒拥券案庭审结束,陪审团裁定三项重罪指控全成立。 亨特被定罪后,拜登发表声明,称为儿子战胜毒瘾,感到自豪。 拜登政府对医疗债务采取行动,禁止把相关信息纳入信用报告。 特朗普被定罪后续影响显现,其新泽西酒类执照或被吊销, 截兰航空拓展客运服务市场,从纽约长岛直飞佛州三机场。 密歇根州元旦进球投奖得主现身,早餐俱乐部三成元瓜分8.42亿美元, 全球最大便利店德州开张,据称有全世界最干净厕所。 6月11日,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联邦地区法院一个陪审团, 对亨特拜登吸毒拥枪案作出裁决,宣布亨特拜登犯了三项联邦重罪, 原因是他违反了禁止吸毒者拥枪的联邦法律。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有总统的直系亲属,在其任期内被定罪。 当天,陪审团审议了近三个小时后,裁定亨特拜登被指控的三项重罪全部成立,随后法庭休停。 据美联社报道,该判决被宣读时,亨特拜登直视前方面无表情, 判决被宣读后不久,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才出现在法院, 判决被宣读时,她未在法庭露面。 之后,亨特拜登与家人一起离开了法院,他们没有回应媒体的询问,禁止离去。 按照法律规定,亨特拜登可能被判处最高25年的监禁和最高75万美元的罚款。 不过,由于他是触犯,法官诺雷卡量刑时不大可能采用最高刑罚。 这位法官称,量刑听证会将在亨特被定罪后的120天内举行。 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这个案子的庭审是从6月3日开始的。 根据联邦司法部特别检察官韦斯的起诉书, 亨特被指控,2018年10月购买一把左轮手枪填写联邦购枪表格时撒了谎, 还对一个枪械经销商隐瞒了他吸毒的情况。 亨特的辩护团队试图证明,他填写购枪表格时并不认为自己是眼君子, 而且他当时正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他买枪后从来没有使用过, 他们预计会提出上诉。 霍西·亨特被定罪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立刻发表声明猛烈抨击总统拜登。 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最初的声明中写道, 这次审判只不过是为了转移对拜登家族真正犯罪行为的注意力, 他们从中国、俄罗斯和乌克兰获取了数千万美元。 贪腐的拜登对拜登家族犯罪帝国的统治将于11月5日结束, 再也不会有拜登为了个人利益出卖政府利益。 至于亨特,我们希望他在接触毒瘾和法律事务中一切顺利。 特朗普竞选团队随后发表了更新后的声明, 删除了对亨特的祝福语。 6月11日,一个联邦陪审团对亨特·拜登吸毒拥签案做出裁决, 宣布他犯有三项联邦重罪后,其父总统拜登迅速发表简短声明, 强调他为这个儿子战胜毒眼感到自豪。 拜登的声明写道,正如我上周所说的, 我是总统,但我也是一个父亲, 吉尔和我深爱着我们的儿子, 我们为他成为像今天这样的人感到无比骄傲, 许多家庭都有亲人曾与成眼作斗争, 他们都能理解看到你所爱的人走出困境, 在康复过程中变得如此坚韧和有韧性时, 那种自豪的感觉。 拜登在声明中提到了这个案件, 他说,正如我上周所说的, 我会接受这个案件的结果, 并在亨特考虑上诉的同时, 继续尊重司法程序, 吉尔和我会一直用我们的爱和支持陪伴亨特 和我们家庭其他成员, 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 6月6日,拜登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采访时, 曾被问到是否不考虑赦免亨特, 他答道是的。 此前,白宫多次告诉媒体, 如果拜登的儿子被判有罪, 拜登不会赦免他。 6月11日, 拜登政府推出的一项新规定, 禁止把民众的医疗债务纳入现用报告, 这将大大提高成千上万人的购房或购车能力, 该规定从去年9月开始制定, 预计将于明年实施。 副总统贺锦丽和联邦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乔普拉 共同宣布了这项新规定。 乔普拉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采访时称, 我们的研究表明, 你们信用报告上的医疗账单 并不能预测你们会不会偿还另一种贷款, 这意味着人们的信用评分 受到了这种做法不公正和不恰当的损害。 据消费者金融局估计, 这项新规定将使每年获准得到房屋抵押贷款的人增加2万2千。 该规定也有利于放贷机构, 因为人们的信用评分受到积极影响后, 他们可以批准更多的贷款。 在美国, 医疗债务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每5个人州就有2个受到影响, 一旦医疗债务被催收, 个人信用评分就会受到打击, 使人们较难获得买车贷款和购房贷款, 或者面临高利率。 消费者金融局还试图解决医疗账单不正确, 收费混乱和复杂的问题, 这些问题经常导致患者和计算部门发生长期纠纷。 乔普拉说, 我们经常看到人们收到不准确的账单, 许多病人为了这些账单申诉好几个月, 结果却发现这些账单出现在了他们的信用报告上。 支持消费者金融局拟议新规定的专家指出, 催收医疗债务的成功率已经很低了。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研究卫生经济学的教授诺托威迪多说, 根据经验, 我们知道医疗债务的还款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 因此已经出现了人们还不清债务的情况, 所以我不认为这项政策会显著改变人们的行为。 一些专家警告说, 如果消费者金融局的新规定导致付医疗账单的人减少, 那么受苦的可能是患者。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会计卫生政策的教授白格预测, 医院将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弥补损失, 包括更严格的支付措施, 比如要求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之前付款, 使低收入患者进一步陷入困境。 特朗普上个月被封口费案陪审团裁定, 犯有34项,刑事重罪,后续影响逐渐显现。 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证实, 特朗普在纽约刑事法院被定罪后, 该部门开始审查他在新泽西州三个高尔夫球场持有的酒类营销许可证, 特朗普在该州拥有科尔特警、 特朗普全国高尔夫球俱乐部、 拉明顿农场俱乐部和松山、 特朗普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三个有效酒类营销许可证, 拉明顿农场俱乐部是特朗普的高尔夫球俱乐部, 位于新泽西州贝德明斯特·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位发言人告诉媒体, 酒精饮料控制部门正在评估特朗普总统被定罪, 这件事对上述执照的影响, 目前拒绝进一步制评。 按照新泽西州法律, 在该州向任何被判涉及道德败坏罪行的人, 发放酒类营销许可证都是违法的, 新泽西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手册指出, 与道德败坏有关的犯罪通常是被社会认为严重的犯罪, 该部门要求那些申请酒类营销许可证的人具有信誉良好的品格, 并有望以信誉良好的方式经营业务, 这使得酒精饮料控制部门可以酌情考虑特朗普的犯罪历史。 5月30日,封口费案陪审团裁定, 特朗普犯有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重罪, 因为他指示其私人律师秘密给成人影星丹尼尔斯付13万美元封口费, 以消除他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的不利因素。 在美国历史上, 特朗普成了第一个因刑事指控被定罪的前总统。 7月11日, 纽约州法官胡安莫钦将举行量刑听证会, 届时可能宣布对特朗普的刑罚, 如果特朗普被判处监, 预计他的律师团队将提出上诉。 6月11日, 杰兰航空公司宣布, 他将首次在纽约长岛迈克阿瑟机场提供航空客运服务, 并开始销售机票。 这样一来, 长岛居民很快就可以乘坐杰兰航空航班的飞机直飞佛罗里达州了。 据介绍, 从10月24日开始, 杰兰航空将开始运营从长岛迈克阿瑟机场飞往奥兰特朗里达州。 劳德戴尔堡好莱坞国际机场和宗里滩国际机场的航班前往奥兰多的航班为每天一趟, 其他地点将每周提供四个航班。 杰兰航空已经在纽约肯尼迪机场, 拉瓜迪亚机场和纽瓦克机场提供航空客运服务。 杰兰航空负责网络规划和航空公司合作的副总裁, 约翰称, 长岛是纽约大都会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把长岛迈克阿瑟机场纳入我们的网络, 将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大的便利。 我们很自豪能为更多的长岛居民提供新的机会, 让他们体验到我们独特的低票价和优质服务。 目前只有西南航空公司, 边疆航空公司和威风航空公司在迈克阿瑟机场运游。 迈克阿瑟机场局长阿尔肯说, 我们都在努力确保长岛旅客有更多直达目的地的选择, 我们家乡的机场很方便, 有高效的安检队伍提供了一个整体无压力的旅行体验, 长岛居民等纽约的家乡航空公司杰兰航空已经等了24年, 这对我们的社区和迈克阿瑟机场来说, 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6月11日, 密歇根州彩票局宣布, 今年元旦晚上开出的8.42亿美元进球投奖的得主终于现身, 是一个被称为早餐俱乐部的团体。 这个由三人组成的早餐俱乐部购买的进球彩票, 中了2024年1月1日开出的所有数字, 中奖号码为12、21、42、44、49,进球号码为1。 这张中投奖的进球彩票是在美食城堡超市购买的。 由于售出了中投奖彩票, 这家店获得了5万美元奖金。 早餐俱乐部的律师兼代表哈德透露, 这是该团体的另外两名成员首次获得巨额投奖, 他们通常会在投奖金额,累计过1美元时开始购买彩票。 据介绍,开奖后的次日, 一名中奖者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上看到, 投奖彩票在美食城堡售出, 于是在手机上查看了号码。 当他意识到自己持有的正式中奖彩票时, 他兴奋地把手机吊在了地上, 但他和妻子还是镇定下来各自去上班。 早餐俱乐部选择一次性领取约4.25亿美元的奖金, 扣除24%的联邦税和4.25%的周税后, 他们仍能领到约3.05亿美元。 俱乐部成员计划用奖金提前退休去旅行, 并与直系金属和他们关心的非盈利组织分享他们的好运。 这是密歇根州有史以来售出的最大的进球投奖, 而2021年1月开出的10.5亿美元赵彩投奖保持了密歇根州, 售出的最高金额投奖的记录。 近日,全球最大的便利店在德克萨斯州卢林开业, 这家便利店拥有120个加油抱, 7.5万平方英尺的巨大店面和世界上最干净的厕所。 总部位于德州的Baggis便利店, 以及超大店面和超级干净的厕所而闻名。 在美国南方,有一群狂热的追随者, 之前,全球最大的便利店是2023年6月开业的田纳西州的, Baggis德州卢林这家新店比田纳西州的Baggis大不到300平方英尺。 据全美便利店协会介绍, 德州这家新店的面积几乎是传统便利店的30倍, 后者的平均面积只有2500平方英尺。 与超市相比,便利店通常规模较小, 经营范围也比较狭窄, 主要经营一些日用品、零食、饮料等小件商品, 以满足顾客的及时需求。 现在,全美共有50家Baggis, 除了德州的36家Baggis, 有数千种食品和饮料可供选择, 包括德州烧烤、自制软糖、牛肉干和新鲜糕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